權貴在搞事情嘛 你不要騙人的啦 通通是權貴 幾乎都是民進黨的權貴 立法委員就修法啦 那立法委員就是共犯 為什麼台大醫院 不開放給這些 波波醫師實習 說不客氣一點 那是波蘭醫學院 為了賺錢所開的補習班 有上課就好 有來點名就好 波蘭只給畢業證書 不給他們實習的機會 不給他們考醫師資格的機會 論得與水準很差 醫生是一種養成教育 不是考試教育 民進黨壞透了 拿錢辦事民進黨 我們為什麼要去談論 波蘭的意思 為什麼 就因為這一票人 是醫生的後代 權貴的後代 在台灣成績不好 考不上台灣的醫學院 台大考不上 那個陽明考不上 長庚考不上 台北醫院考不上 中山考不上 高雄醫大考不上 所以醫學系都考不上 然後 他想辦法呢 到波蘭去念 波蘭怎麼念 不是跟波蘭學生一起念 他開個專班 國際生專班 對 開個專班 然後專班畢業了以後 波蘭只給畢業證書 波蘭不給他們實習的機會 波蘭不給他們考醫師資格的機會 對 這樣很可怕 代表說他在當地也沒有跟病人實際的這個臨床經驗 波蘭只收學費 而且比當地學生貴好幾倍 對台灣也許不是一筆大錢 然後這一批人回來 因為他的爸爸是有權有勢 尤其是這些爸爸們都盤踞在 全國亞醫師公會裡面的幹部 領導接手 然後就開始 你要選立委嗎 這一點小醫師你收一下 政治獻金 然後等到你選上了 哎呀 這個醫生啊 這個學歷全世界平等的啦 怎麼可以歧視波蘭呢 你如果波蘭考完醫師在歐盟都可以職願你回來 我沒話講 對 就不是啊 沒有一個考上的啊 要跟不準你考 你隨時很差 你來跟我講什麼 你來跟我講什麼 我們今天 到今天為止在大陸上 在大陸上一流的醫學院畢業的 像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的 然後考大陸醫生 來回台灣還是不能職業 波波醫生 因為有勤有勢的爸爸 愛台灣有錢啊 就開始怎麼樣 立法委員就修法啦 那些立法委員都是共犯 我跟你講都修法啦 講那個什麼 什麼嚴審國外學歷提高國海門檻 賴清德 你怎麼說笑話啦 賴清德也是 也是那個 醫學院沒考上啊 那他怎麼當醫生啦 他只考上復健學系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立志的故事 因為復健不在醫學系裡面 醫學院裡面可是不在醫學系裡面 他類似護理學系一樣的 然後復健考完以後 他做復健他覺得很悶 復健師不是醫師 那怎麼辦呢 他就是考成大的 學士後醫學系 就是有一些限一個三四年的血 後來發現效果不髒 現在收了學士後醫學 又全部採測了 沒有一個醫學開的 因為覺得數字不好 賴清德 你是不是那數字不好的 當然他有在台灣實習的機會 也取得住院醫師 總醫師等等的資格 那我們還算是免獎可以接受 合法啦 對不對 免獎可以接受 然後台大醫院的吳明賢院長 公開在立法院講 他們台大醫院早就通過決議 不收波蘭畢業的學生 到台大醫院實習 人家是這麼專業 對 你總不會說台大醫學院 還騙我們吧 公開在立法院講 無明顯你Google都有啊 代表他有一定的疑慮嘛 何止是疑慮 台大醫院在刷學生都很嚴格 這等於是波波醫生都是被刷掉的嘛 所以他們不接受嘛 他們很了解他們是怎麼受教育的 有上課就好 聽懂嗎 有人點名就好 我這樣講已經過不客氣了啦 那你回來靠你爸爸有錢有事 因為這些人的爸爸大部分都開很大的 牙科診所 或者開很大的什麼醫院 不一定生龍 鳳也不一定生鳳嘛 爸爸也行媽媽 像賴慧元是獸醫嘛 很有名的獸醫嘛 開很多愛媽媽愛狗的獸醫院 也賺了不少錢 所以跟民進黨都混得很好嘛 所以被提名為立法委員嘛 然後他的兒子考不上醫學系嘛 他覺得他不應該再繼續學他當獸醫嘛 就送到波波去念嘛 那回來當醫師嘛 就走這種巧門 我們台灣可以接受這樣子嗎 你告訴我 我們台灣可以接受這種標準嗎 如果今天孩子很厲害 對不對 到國外今天醫學院 水平都在台灣的醫學院之上 有沒有問題啊 我們當然熱烈歡迎啊 對不對 我們當然熱烈歡迎啊 可是你要在當地啊 像樣的國家裡面 你考完內亡醫學系畢業 你還要實習過 你還考過什麼 醫學醫師執照 你回來 我們惡話不說 閉著眼睛大力一蓋 在台灣趕快執業 拜託你來救濟事救人 合理嘛 因為那個別的國家 先進國家也認證了嘛 他們醫療體系OK啊 你去日本回來我們有不蓋章的嗎 你去美國回來我們有不蓋章嗎 如果你去菲利賓 我們當然想一下嘛 對不對 那還有懷疑嗎 對不對 你去新加坡回來我們不蓋章嗎 看那個評鑑 香港大學的醫學院 都比台灣台大醫學的評鑑還來在前面 你回來我們當然蓋章嘛 連北京大學學合醫學院 我們也蓋章嘛 可是我們現在因為兩岸關上不蓋章 現在婆婆醫師回來說 哎呀我們給你學歷認證 我們給你國考的機會 那林靖遠跑出來說 為什麼要看學歷呢 我們回來認證國考空過就可以了 那好啊 你在台灣的開放不是醫學 你也可以考醫師國考 要不要試試看 可以不可以 以前有啊 以前沒有開放西醫啊 開放中醫啦 現在中醫也沒啦 禁止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說醫生是一種養成教育 不是考試教育 是 這還用解釋嗎 你今天是考建築師 如果你大學不是相關系的 他會讓你考嗎 不只你考啊 既然你考律師都要法律系畢業 其他系也還不能考的啦 為什麼 因為考試這個東西可以臨時補習 有它增備率的問題 就任何測驗都有增備率的問題 所以要看你過去的成績 為什麼你看 很多醫生有沒有 都會寫說 台大醫學院畢業 長庚醫院實習 長庚總醫師出來開業有沒有 有沒有 那經理波波醫師也寫說 我是波波大學畢業的 可不可以 你掛不開啊 消息透明啊 我們買個菜都還要 農產品都還要履歷有沒有 產地履歷 我這個是在 中立生產的菜 我這個在宜蘭生產 三星蔥 並不是在 在這個 這個屏東生產的三星蔥 對不對 總要講清楚嘛 那為什麼我們很在意說 有人論文造假 我們很在意說 那個政治人論文造假 我們就把它卡掉 有沒有 那很多政治人員很緊張 有沒有我讀文真的沒造假 我讀文只是一點瑕疵而已啊 對不對 還有人論文三十年封起來 不敢見人 像我博士論文當時有華裔受博士的造假 我公開出版 所以一樣的意思 還變成暢銷書 我們都大修自己嘛 這個是公共認證 對 要經過這個正當程序 那你現在為什麼還要搞這種 脫機Logo的事情呢 什麼政府承諾不會提高名額 但是名額這樣夠了啦 就像剛才要講的 很多人就混過去可以了啦 然後後面沒有搭上這個 當賴清德 或者當這個蔡英文的金主的 還沒有排上班的 以後就不行了啦 其實他知道 他現在知道牙醫師 很多醫師界 對這個事情非常的憤怒 而這個他們的選票基礎 如果可以的話 為什麼台大醫師不開放給 台大醫院不開放給這些 波波醫師施行 那台大醫院是不是就 違反了平權保護條款 歧視 有沒有敢去指控台大醫院歧視 那你現在還開巧嘛 花30億說 哎呀我讓他們到那個 偏鄉的衛生所去實習 那後來就有醫生跳出來啊 其實這幾十年來 都是本土醫師去偏鄉 對啊 對 因為輪班去嘛 大家輪班去嘛 我跟你講民進黨壞透了 拿錢辦事民進黨 公然的貪污系統性的貪污 你們拿了這些波波醫師的 爸爸媽媽多少錢 可惡到家 今天我們來跟他講什麼學歷 什麼 你有本事在波蘭拿醫師指導回來嘛 說不客氣的 那是波蘭醫學院為了賺錢的時候 開了補習班